李小璐和贾乃亮的豪宅 光客庭面机就上百平米 放满各种儿童玩具 目前当装修我们的家时 我们只注意装修风格 我们并不特别关心普通家庭的装饰风格 我们会更加关注名人家的装饰风格 毕竟在我们眼里 对他们都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很好奇 当前的真人秀很受欢迎 你最喜欢哪个名人的家居装饰 无心是快乐大本营的主人 每个周末都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一进家门就会让人感觉到少女心 一进门你就可以看到挂在柜子上的卡通娃娃 这让你觉得自己像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 餐厅的整体装饰也是高贵典雅的 此外她最喜欢的猫Hello Kitty也被放在餐桌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她有多喜欢她 餐厅的整体装饰主要是粉红色的 这也很好地展示了她的年轻女孩的心 客厅也是年轻女孩最喜欢的天堂 客厅里有这么多玩偶 有多少年轻女孩极度 李湘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位富有的女士 他们家的整体装饰也给我们一种非常奢华的感觉 房子的装饰充满了华丽 这真是一所豪华的房子 家里的整体装饰是欧洲风格的 家里的家具都是相金相银制成的 这种房子装饰让人们看到它是感到非常大气 甚至家里的灯也非常豪华 是金色 家里的家具也选择了更大气的复古风格 这样一所房子的装饰已经完全将这个家装饰成了一种更贵族的氛围 与其他家庭相比 李小璐和加莱亮的家庭装修更接近家庭的氛围 他们家的整体装饰可能与我们普通人的家相似 因为有了孩子 他们的家人直接把客厅变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 生完孩子后 他们会优先考虑孩子的喜好 这也可以表达他们对孩子的爱 卧室的整体装饰也非常好 卧室里没有太多的装饰 只有普通的钳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